愉快的登场 预示了接下来的一切 旁猪的人显然已经意识到了 这对母子之间的问题 还没等旁边的年轻人有所反应 儿子已经尝试着拉扯母亲离开 儿子的无奈让旁猪的这三位陷入了思考 而眼下的困局该如何破解 同为年轻人的他们似乎也束手无策 母亲的责骂引来了这个短发女孩的目光 来回看了几眼的她 似乎也不知应该帮谁 而就在此时 儿子再一次急切地想带母亲离开 这位男士想劝劝我们的男演员 短发女孩似乎有的那相说 隔着同伴 但并没有影响到女孩对我们这位母亲的关心 随后 她更是干脆坐到了女演员的省员的身旁 女孩似乎很能理解这位儿子的处境 所以她耐心地想要劝服这位母亲 除此之外 她也试着为这对独脑的母子 寻找一个新的解决办法 你如果真的不想去积脑院 你就听不懂得带起一个保姆 你不懂得也就不会带她 有保姆陪着你也不会让她去积脑院 对不对 对吧 哥 你表不太了 是不是基本上 我愿意给她找保姆 我也愿意给她带她去北京 这是 是吧 我明白你的意思 只要有人能陪着你妈 她可以不去积脑院 有人能陪着她照顾她 能让你安心 一时间知道 对不对 你是这个意思吗 但是她不接受你知道吧 你先告诉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这个意思 哥哥的意思很简单就是 有人陪着你照顾她就不意味 她就不会带你去积脑院 又不必要跟她为难了 请个保姆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 就是在接受一个保姆 你就不能去积脑院 哥哥你很简单 有人陪着你 儿子不愿再多说什么 女孩有些着急了 不愿意有个保姆 你真的愿意有保姆 你真的愿意有保姆 好吧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好吧 看着这位母亲 并不乐于接受自己的建议 女孩这下真的无能为力了 我不去 我就坐这里吃点东西 你走好吧 你走好吧 那边有的吃有的睡 各位好 非常不好意思 打扰你们用餐了 其实我们是你会怎么做节目组 因为我看到你的位置其实还隔了一个人 对 都还冲过去说了两句 因为积脑院说起实的话 在我们心里一般都是孤寡老人才去的 然后我看那个阿姨真的是蛮伤心的 你又不想去积脑院又觉得那边不好 要不然就直接接受那位男士的想法 就是那个贴心一点的那个保姆照顾吗 多陪你说说话开朗一点 其实我很想问你作为儿子的一个事情 他有什么工作 如果是我可以进行工作调动的 那我可能会做到之后 我是这样认为啊 刚才这位老人你看 其实他的儿子给他这个做出了三个选项 选项挺多的 第一个选项你可以跟我去北京 但是你不去 第二个呢是我给你找一保姆在家伺候你 你不干 第三个是让你去养老院 你还是不去 其实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 其实想想我到70多岁了 甚至是我到80多岁了 我重新去适应一个新环境 是很困难的 但是周围的介入 这点就起了作用 你看胖女孩 包括后来说的这些叫建议 找个保姆 有个陪伴 这些建议 我觉得面对一个特别难解决的问题 都是在给她找路 这些找路的努力 还是蛮可贵的 所以说刚才这个情节设置 那个胖女孩 看起来年龄应该是90后 她出了些主意 但是我觉得 年轻人可能对养老的感受和迫切感 还没那么大 我们接下来看看 中年人看到这个场景 他们会做什么样的反应 我们接着看 现在我们把拍摄场地 转到了老城区的另一家餐厅 这里的用餐人群 都是周围的中老年人 他们会怎么做 走走走你跟我一起走好不好 我不去 我不去了 和之前一样 母亲并不乐意去养老院 那养老院是什么人待的地方 那都是不把老人 没有儿子没有女儿的人去的 你帮我送到养老院 你这是不孝 你知道吗 我不孝 我回来看你啊 这位女士似乎对眼前的这对母子充满了关切 反正我东西也带出来了 我已经安排好了 今天不去也得去 你送我到养老院去 我这个老脸往哪里 女士一直留心观望着眼前这对母子 听着他们的对话 你看在北京 多少人到养老院去啊 我不去 她似乎若有所思 而此时 走走走 我不需要 我就不会回来看你了 我不去 我不到养老院去 餐厅里的人们都注意到了这一幕 我不到养老院去 母亲躲闪着离开 这位女士顺势拉住了她 很出人意料 似乎无需多做了解 这位女士很自然地 留起了我们演员的电话 女士不断地强调 再见 我真的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 我放心不下 大腾之劳不 好不 走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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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讲了不去了 不好意思 真的他这样齐心 你不要强着他 我求你了 我不气我 你坐在这里吧 坐在这里吧 没关系 各位好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用餐了 我们是你会怎么做节目组 刚才这两位其实是我们的演员 不好意思 这样打扰 因为我觉得 他是一个人在这边 我说有个没事可以陪陪他坐着 开讨沙发 我就是这个意思 跟他交朋友 他是个陌生人 我觉得也可以 因为我还觉得要让他们放心 因为他是一个儿子在外地 他一个老人在这里 我就觉得有时候 来往都要付上信任 改变不了什么 但是就是说 给老人一个安慰 这个节目非常好的一点 你要注意到 都在努力的面对一个无解的矛盾 来寻找解决的办法 你看这个事 特别有意思 出现了这么一大姐 这大姐呢就说 我赔 我那有一中心 好多孤单的老人 结成半了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当养老的问题社会化以后 你得让他找到新的一个救命稻草啊 这样的大姐太少了 其实我觉得 其实刚才这部小片 我看的很感动 而且我觉得这个大姐不光是心好 她很有智慧 我觉得其实这个大姐提出了 现在我们挺推崇的一种观念 她有点像社区养老的那种概念了 也就说你看我们家小区旁边 有一健康中心 你妈妈可以跟我们一块去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种状态下 这个大姐做的特别智慧 好吧 刚才我们看到了一组年轻人 90后小姑娘怎么看这个问题 又看到这位中年的姐姐 她是有资源 她是有办法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如果这个情境旁观者是老人家 他们又会有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接着看 餐厅里坐下了一个大家庭 这两位老人对于今天的话题 是否会更有感触呢 拍摄继续 那我说了没时间 我明天就要走了 不去养老院 不去养老院 我讲的不去养老院 不去养老院 好 你觉得影响别人好不好 和之前一样 母亲试图躲避儿子的强势行为 他晚上就不送到养老院 而两位老人 则密切地关注着身边的这位同龄人 我给她请保姆她不要 我叫她去北京她也不去 我现在照顾不了她 她不能自立吗 她自立不了吗 前段时间她摔伤了 都是隔壁的人跟我说的你知道吗 我爸爸还去看过养老院 我爸爸跟我妈问说等他们老了 也想到养老院 你去看一下有什么关系 一边是相互疏解 一边是教导宽慰 他们能够解决摆在母子间的这道难题吗 同为母亲 老人显然想为孩子多做考虑 我真的不想管你 我好累现在 餐桌前 儿子丢下母亲和行李拂袖而去 两位老人 他们会怎么做 有儿子住养老院多的呢 有儿子住养老院 养老院没有你显得那么红具 他还在试图开导我们这位固执的母亲 老人一边劝慰这位母亲一边不断地向门口张望 眼下他们有些束手无策了 不好意思打扰各位用餐了 我们是你会怎么做节目组 下班怎么办呢 我也挺为他搞急 我还想不通的话 看你儿子都走了 不想跟我们走吧 我有这个想法 就是回我们家呗 您今年多大年 我今年62岁 62岁 有想过以后去养老院吗 我想过 有这个有想法呀 想过 为什么 就是说孩子们忙 不要去孩子们 太麻烦了 就觉得姥姥以后上敬老院 我有感觉就是说孤独 他那就是说是不是就 以后就老子就快了 就这样有这样想法 但是有时候你得 该住的话得住吧 到现在的年轻来的叫 一个人要负责四个老院的人的话 肯定是老院的人 要找自己一个合适的地方 所以我就决定去调查过 这个养老院 主动去讨历这件事情 这样就可以减轻小孩的孤单了 您看到没有 这个观念呢 到老人这儿呢 它就已经开始发生了转变了 有大把 有儿子 有女儿的 也去养老院 不管是逼的也好 还是自己的 自己的内心的心愿也好 能有这样的观念 在我们的城市 我们首先是应该喝彩的 老人深明大义的背后 伟大的进步 可能我感受不太一样 我觉得其实看的 我觉得心里挺难受的 刚才这位叔叔 其实他说了很多 这个去养老院的一些理由 在哄自己 但是没有一条事 我愿意去养老院 所以其实你看 刚才那个阿姨 在劝那个妈妈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让我感觉到 内心透不好受 他说那个 现在咱不能给孩子添麻烦 你要是把孩子惹生气了 你今儿晚上去哪 的确存在 有这样的儿女 把父母当包袱 我把你甩到这个养老院得了 有这种情况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咱再来看看 大家是怎么反应 继续看 现实中 现在 如果一个并不孝顺的儿子 什么不孝顺的 找了百分理由 家里现在也容不下去 现在都不行了 也只是为了把母亲送进养老院 今天 你就跟我去养老院 你 又会怎么做 演员已经就位 关于送养老院的全新观察 再次开始 时间到了第二天晚上 男演员气冲冲地登场 你怎么回事 找了找那么久 你怎么回事 很快吸引了 这三桌顾客的注意 你想吃东西是吧 东西可以吃 吃完了你给我都去养老院 不去 你去不去 我告诉你 我今天不是跟你商量的 你去你也得去 不去你也得去 走 走 你去养老院 走 儿子强行拉扯母亲的举动 让这两周顾客都有些意外 走 而这位女士却淡定地举起了手机 我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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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今天不要逼得我 跟你动手好不好 我还告诉你 现在这个家里就不要你 我想回家 你想住三 是吧 你把你那个钱拿出来 有钱 你怎么没钱呢 我们合合买到大的房子 买个大房子 你就回去住 你不买的话 你就给我去养老院 女士一言不发地 录下了眼前发生的一切 怎么样 走不走 录不去养老院 你不去养老院 我不去养老院 告诉你 我不去养老院 我告诉你 我不去养老院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女士继续录制视频 而当男演员 再一次起身拉扯母亲 走啊 我不去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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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眼前如此激烈的一幕 她会怎么做 你说你没钱 你没钱你到这儿来吃饭的 你除了会给我添麻烦 你还会什么 我说歪了 我贪你这么个妈 我是倒霉透露的 她有些坐立不安 你不认识她吗 你不认识她你干嘛 你要跟我过一会 你以为我将老远便宜 那个钱是我出的 你知不知道 气氛有些紧张 这一次女士似乎按耐不住了 才被收起的手机 在此时派上了新的游战 男士起身走向了门外 她会怎么做 我们的工作人员 很快追了出去 射箱快点跟上她 快点快点快点 夜色中 男士拨通的110的电话 你说我在那个西部区的 那个浴江城知道吗 我的那个一种大人 在里面不要 我来一下 你不要求 求没用 我跟你说 我在门座等你五分钟 你要是不出来的话 你自己想着办 她把面条端了过去 女士接二连三的将自己的饭菜送到演员的桌前 给妈妈 这是我觉得谁都可以做的事情 你让她出去报 对 当她面打的话 我怕踢路当什么矛盾 所以我觉得回避一下去处理这个问题的话 可能还好一点 对 这个不能够强制点 我觉得个人意愿很重要吧 路见不平 你身好了 或者 路见不平 拍下来 她路下来 所以她才打了110 这个处理是很专业的 问题不在这 问题在于老妈一看儿子如果被抓 正常情况下 老妈一定会护着儿子 对 这就是母亲 我希望我们很多爸父母 强制送到养老院的人 就不能顺着点母亲 就是说笑 就不能尊重她点意愿 顺和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短片当中最感动我的是一个细节 这个女孩子 她说了一句话 我也是不懂事长大的 其实她其实已经在内心反思自己了 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我们可能每个人在对待父母的时候 都会有情绪上特别不好的时候 看别人的故事 想自己的心事 但是我还要提出个问题 报警有用吗 没用 会不会还有更好的办法呢 我们接着来看看 报警真的有用吗 接下来的这位男生 对此表示了质疑 我跟你这样说 东西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那那那 你让你 快一点啊 我给你看 这是你过年的衣服 你的包围巾 看见 走 对 那这位男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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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去养老院 男演员对母亲的态度 引发了重怒 餐厅里散发着一种危险的味道 在后台的我们也异常紧张 演员 演员 你现在情绪稍微一点 你到养老院有什么不好 还有人照顾你 我不知道你照顾别人 有话慢慢说 慢慢说 养老院便宜 那个钱是我出的 你知不知道 一个月一千那块钱呢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不许的 你就到大街上去 眼看着这桌东北男人 就快抑制不住自己的路 但是意外发生 拍摄现场突发意外 演员对讲骤然失声 后台紧急叫停失败 他见不见 他对讲现在出问题了 表演全然失控 危险气息弥漫 他们 会怎么做 在后台紧张慌乱之时 观察在线意外转折 喝酒 唱戏 始料未及的状况 让人大跌眼镜 现场究竟发生了什么 广告回来 请继续锁定 你会怎么做 稍后继续 你会怎么做 看着这桌东北男人 就快抑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但是意外发生了 他听不见 他对讲先出问题了 完全听不见指令的男演员 还在对母亲步步紧逼 那边那个院长 我也认识 那边还给我打个很低的折扣 我也交了一个月的钱了 还打折扣 你就在一个月 而身后这桌男人的怒气纸 也随之在逐步飙升 我也交了一个月的钱了 你就在一个月 气氛越来越紧张 他们会怎么做 此时 失去控制的男演员 甚至起身拉扯住母亲 认识我上车 好不好 上车再说 真的不去养老街了 上车再说 好吧 来来来 当他试图强行带走母亲 这桌的男人们 再也扔不住了 你让他坐一会儿 平静一会儿 别胖 别胖 有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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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妈吗 你该进了义务 你得进 你得送大人了 我们家四口人 我们投票决定 他这XXX还用投票是吧 是你妈保险 是啊 养头不养的话 你妈还用投票吗 他进天乱 你妈添乱把你养这么大 你妈添乱把你养这么大 我想换换你 你妈唯一添乱 就不该养你 你知道吗 我养老院又不用他干活 什么都不用他做 还有人照顾他 可是他每个月那点工作 我也不要 妈不要你别着急 你知道他想要人吗 他就想给你踩一顿 刚才我们都在说 说如果揍你一顿的话 当你妈妈那样揍你 你妈都得心疼 强按着怒气 这后男人们对男演员 进行了一番义正言辞的教训 而我们也小心地上前 结束了今天的拍摄 各位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这是我们的一个电视节目 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我看你们都很愤怒 其实我们在里面看了 也很久 刚才他下楼打电话 我们就要下楼揍他去 要不是看着他妈在这 我们不好意思揍他 有难处能把妈妈赶在外边 你说是不是 那比如说我家里 不都是吃饭吗 多付碗筷的事吗 是不是 你们喝酒完了 我不喝酒 再喝一点 我已经喝多了 我喝了酒以后 我撞打 我就非要揍他一下 为什么一直坐着在这儿说话 如果站起来说 我肯定把那小伙子给踢一下 那门子我都踢去了 我们这小伙子 已经按捺不住了 对我开机房 摁住了他很几次 对不对 我摁住好几次了 他下楼打电话 就要下楼去叫人家 我们几个人互相在劝 压住压住 不要动 从一开始 我们没上菜的时候 朋友就劝我 要不劝我 我早过去了 我上来我就过去了 最后酒上来 菜没上 我就说来喝一个先 要不早揍他了 先压住 吃完饭 下楼 背着他妈的时候揍他 那你觉得揍他能解决问题吗 不解决问题 最起码冲口气 看这种人才可分了 说白了 只要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事情 能做这个事情吗 反正轰出去 打好包了 让他去养老院 你就一个月挣800块钱 500块钱 那是我妈 这个主要在谁 在这个妈妈 看妈妈的是什么意愿 妈妈如果说实在是不愿意去 我觉得这个没有必要让妈妈出 如果说妈妈愿意去的话 这是可以的 养老院不是一件坏事 孩子不管怎么样 照顾老人是天经地义 你不能因为自己有困难 而放弃老人 这是我们几个人的一个主题 互相劝 不要动 因为什么呢 一动老太太受伤了 我们朋友刚才差点都哭了 忍着呢 为什么 受不了他说那些东西 我老妈现在不再来 但是每个人都有老妈 受不了 真受不了 石老师 又进戏了 说句老实话 我觉得对这样的人呢 动手有用 他们需要外力的强力干预 也许这儿能醒过来 我觉得有他妈在动手 情况会更糟 对对对 这也是这几个爷们的顾忌 这确实不能动手 但另一方面 我其实特别赞同 惩罚 无论是从精神上的 物质上的 乃至于肉体上的 得让他受点苦头 不然他下次永远都改不了 我觉得要恪守一个法律的底线 那倒是 就是说你一旦去干预了 你可以进行道德上 怎么谴责他都行 但是呢 我也说 你揍他 一定别留下证据 行吧 我们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了 送养老院 没有问题 但重要的是 子女的态度 还有父母的意愿 子女和父母的沟通 这个问题 有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好了 针对今天的话题 您依然可以通过栏目的微博微信 按照屏幕下方的参与方式 参与讨论 谈谈您将如何对待 父母养老的问题 好的 今天的你会怎么做 就先到这儿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下期 我们将把视线聚焦于农民工这个群体 就是不想跟他这种人坐在一起 他说 不是 你走吧你 人家坐这里有什么关系的 不想让他接着 不可能 不会影响大家 他现在穿太脏了 真的穿太脏了 老百姓 没有老百姓他有你啊 家床子是谁盖的 猪弄脏了你赔了几乎 你的手脏吗 你的手干净啊 不干净 你的心能不干净 最后一个 但是我就想要这本书 人家一张手脏 劳动的时候没有最严重的 老百姓 我知道你跟别人都不一样 知道吗 我怎么在做这个小鸽茶 好吗 哎哎哎你别动 你怀了素质 要你别动作 你这样子做妈妈 怎么教育小孩做 小的做老百姓 老的意思没有 买飞机才 那种农民都马来人 想问你这种人吗 你看来在装饰你丑陋的外表 最后洗不了你丑陋的气 你看他什么人呐 真是的 人家也是人呐 人家不自分呐 大见得很 当你目睹农民工 遭受欺负 你又怎么做 您正在